第四千二百五十七集 老祖 是你 你 你怎么降临了 第十天看着万叶 惊讶得无以复驾 完全没想到 第十万叶会降临 地心域有着规则限制 十大老祖都难以重返这片故乡 第十万叶道 玉环谷地布局九顶 现在第二顶降临 地心域规则被大大压制 我分身有了降临的机会 但不能久留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 他的半边脸被削去 受伤几重 但语气依然淡然 透出佛门浩然的气魄 仿佛肉身只是臭皮囊 无论什么损伤 都不会动摇他的精神 他依然是稳重沉静 不慌不忙的模样 帝十天也是镇定下来 看着帝十万叶伤口上 那层血月光辉 隐约猜到了什么 老祖 你想商量什么 你伤势很重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帝十万叶道 是人非凡的手笔 此人是轮回之主的护道者 实力太强悍了 以前我还能与他一换一 但现在不是他的敌手了 当初如祖约战的时候 帝十万叶有资格 与任非凡 极限一换一 在幻境结果里 与任非凡 极限一换一的人 其实就是他 那幻境的结局 帝十万叶也亏见到了 但是后来 任非凡另有奇遇 执掌人家的聚精神术 修为有了很大突破 现在实力已经超越了帝十万叶 甚至帝十万叶 连一换一都做不到了 只有被击败的下场 可见任非凡的恐怖 帝十天心头大振 他虽知任非凡强悍 但没想到 竟然强悍到这个地步 连帝十万叶都不是敌手 老祖 你是分身与他作战 故死失败吗 帝十天始终不敢相信 帝十万叶摇了摇头道 不是 是真身决战 甚至动用了九天神术 但还不是他的敌手 此人不愧是传说中的 天命之子 实力突破太快了 难怪连天理都害怕他 拼了命都想将他诛杀 帝十天更为震动 真身作战 甚至施展了九天神术 帝十万叶还打不过任非凡 那任非凡的实力 未免太过离谱 老祖 那你想找我商量什么 我秀伟太过浅薄 别说任非凡了 便是如今的轮回之主 我也不敌啊 帝十天语气大有唏嘘之意 以前他身为地渊殿店主 完全碾压叶尘 没想到这么快被逆转了局面 帝十万叶道 天儿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让你进去盘武天地的陵墓 寻找雪葬星辰 一旦得到雪葬星辰 你的心魔修为 可踏入第九层的门槛 到时候 你便无敌于世间 虽说还做不到 审判天下的地步 但要窥见天下人的内心 却是易如反掌 帝十天眼瞳收缩 心魔大昼剑的第九层 万古以来 从来没有人达到过 一旦将心魔大昼剑 练到第九层 那几乎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可以无视境界的差距 利用心魔 袭杀所有人 但心魔第九层 太难突破了 帝十天苦苦感悟良久 甚至动用过一些 时间法则的手段 在一些秘境里 枯作十几万年 都无法窥见 第九层的奥秘 但是现在 帝十万叶却说 有一份机缘足以让他突破 帝十天连忙问 盘武天帝 雪葬星辰 这两者背后有何因果 帝十万叶道 盘武天帝 便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大人物 生平已经不可考 因为太过久远了 比旧日时代还要久远 是曾经雄霸一个机缘的强者 他的宝藏里有一件法宝 名为雪葬星辰 乃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之中 排名第二的存在 对道心修为有着极大的增议 我本来想夺取雪葬星辰 再用帝十家的血脉淬炼 最后再赐给你 让你吸收炼花 突破心魔境界 但可惜在那盘武天帝的古墓里 我意外遇到了任非凡 他也想夺取雪葬星辰 最后我与他决战 完全是被碾压击败 侥幸逃脱了出来 总算不死 如今 我想让你亲自去盘武地墓 夺取宝藏 说着 帝十万叶拿出了一份地图 交给帝十天 帝十天接过来一看 这地图正是盘武地墓的地图 从红军老祖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 相隔亿万年 期间经历了无数纪元 旧日纪元只是其一 而在旧日之前 又有许多远古纪元 而这位盘武天帝 正是远古纪元的一位强者 传说中的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排名第二的雪葬星辰 便曾由盘武天帝执掌 如今留在他的地墓之中 帝十天心中一动 传说中的雪葬星辰 对道心修为增益巨大 如果真能得到的话 他的心魔神通 说不定真有可能达到 最巅峰的第九层 只是雪葬星辰非常隐秘 世间无人知晓在哪里 而现在 从帝十万叶口中 帝十天才知道 原来雪葬星辰 就在盘武天帝的古墓之中 帝十天道 这盘武地墓 任非凡也盯上了 我孤身前去 有多宝的可能 他只怕自己 还没见到雪葬星辰 就要被任非凡一招灭杀 帝十万叶道 无妨 我与任非凡一战 虽然落败 但也击伤了他 他元气损耗不小 你只要小心行动 便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帝十天心中一领 听帝十万叶的话 似乎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这夺宝 还是有着极大的危险 不过仔细想想 想让心魔神通 突破到第九层 哪里有这么容易 富贵险中求 想夺取这份机缘 自然要承受极大的风险 顿了顿 帝十万叶接着道 你拿到雪葬星辰后 踏入心魔第九层的门槛 便可以洞察天地 窥见天下之间 每一个人的心灵 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心魔神通最巅峰的境界 非常的厉害 可以窥见人心 这世间鬼神并不可怕 人心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而人心连鬼神都无法窥探 又是世间最为神秘的存在 但心魔大昼剑 练到第九层 可以斩尽一切迷雾 直指本心 窥见所有人内心的秘密 非常的厉害 正因为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所以心魔审判 才能真正做到清洗天下 确保不会冤枉任何人 只要内心有罪恶的存在 便会暴露在心魔的剑锋下 无人能够躲藏 历史天道 老左 需要我付出什么 他很清楚 这么大的机缘送到自己的面前 不可能是白送 背后必定另有代价 历史万叶道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历史天道 什么事 我心魔练到第九层天 必定推行审判天下的计划 老左 你修炼满足沙华经 有佛门好气护身 我的心魔审判不了你 你不用惧怕我 历史万叶道 我自然不惧 只是想请你出手 帮我窥探一个秘密 历史天道 哦 什么秘密 历史万叶道 关于天军封神碑的秘密 历史天道 天军封神碑 没错 当年新旧争霸战争 天舞仙门的天军封神碑 被我们师大老祖打落 并被其中一人拾取 但我们师大老祖 没人承认是谁夺取了天军封神碑 有人想独吞这法宝 占据大气运 你帮我窥探窥探 到底是谁夺走了 如果能查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下手为强 将封神碑夺回来 天军封神碑 目前三十三天太上神器里 排名第一的存在 只要将名字写上去 便可得到天大气韵加深 红星照耀有无穷的好处 这封神碑 历史万叶也是垂涎万分 可惜没有机会夺取 若是成功得到 那说不定就能改变 眼前的一切占据 甚至历史家族就能崛起 这盘棋越到最后便越复杂 一件东西 一个细小之物 就能改变一切 第十天恍然大悟 原来第十万叶帮他突破心魔修为 想拿他当棋子 查出天军封神碑的下落 因为心魔大昼剑 练到第九层后 可以无视境界的差距 看穿所有人的内心 所以 只要第十天练到第九层 他就能窥探天地间 所有人心的奥秘 到时候 是谁夺走了天军封神碑 自然瞒不过他的窥视 第十天看了一眼老祖心想 老祖是想要拿我当棋子 利用完我之后 便将我杀了 我虽为第十家族 但我必须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他非常聪明 已经猜测到第十万叶的杀心 他心魔审判 建立理想国的宏大愿望 就算是第十万叶也不会理解 在第十万叶的心里 第十天始终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样的疯子利用完了 自然要尽快杀死为好 免得天下真被审判 那所有人都死光 勉强只剩下几千人的理想国 统治又有什么意思呢 好 老祖 若我的心魔修为 真的达到第九层 我便祝你窥探天军封神碑的下落 第十天答应下来 明知是要被利用当棋子的下场 但还是答应 他也有自己的盘算 如果心魔大昼剑真练到第九层 他必定可以逆天改命 到时候第十万叶想杀他 那也不容易 第十万叶大喜 似乎看到了曙光笑道 那很好 祝你顺利找到雪葬星辰 你务必要小心 不要惊动了任非凡 否则你必死无疑 不过我相信你 此行必然会成功 第十天想到任非凡的强大 心头一领道 是 老祖请放心 我会小心 顿了顿 他心里又想 不知我的心魔审判 能不能审判任非凡 此人的心魔 又是什么呢